下著雨也不減在足球場上 來自世界各地球員的熱情 射門得分身穿藍衣服的越南行裝隊 以4比0擊敗綠衣服的印尼戰隊 戰況激烈 仔細看越南隊球員頭上包著紗布 在場上戰鬥力100分 滿滿足球魂 一旁有來自甘比亞印尼泰國等代表隊成員 冒雨暖身活動筋骨 準備上場大展身手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 台灣被國際移民足球賽停辦 如今終於回歸 讓大家相當興奮 今年參加的隊伍一共有8隊 對 那就是越南隊因為在台灣的場攻的人數最多 而且越南的這個最近幾年在國際上的足球的這個實力也大幅的進步 你可以看反應到他們的這個移工的足球隊上也是實力非常的堅強 李市長也透露10月將舉辦移工世界杯賽 有機會被亞洲足協贊助 這次足球賽讓全台超過百位移工齊聚一堂 讓他們有回家的感覺 也讓台灣走向國際 華視新聞林怡婷 陳清順 台北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